當時的合約裡面 事實上第一沒有權利金 第二他的稅金繳出來 其實就只夠繳我們的地價稅 那所以對高雄市來講 其實已經是賠錢在做這件事情 為了要讓他能夠蓋得起來 但是到了前兩年的時候 汗神巨蛋的營收 已經到達了一百億 那所以我們當時就提出來 就是說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應該要做點回饋 因為跟當時的合約內容 已經不一樣了 對不對 那是不是可以再來談一談 但是從我們的新聞局 到市府的內部 一路上面從我們提出來之後 從來沒有人要談這個問題 那我們講了這件事之後 他們就這樣子鸦雀無聲 那所以對於這樣子友好的廠商 其實對於在高雄市來講 其實就是我覺得他 大概不會遇到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你現在會繼續要求 韓國瑜市政府跟高雄巨蛋 要一點權利金回來嗎 那當然要啊 是不是 我覺得像這樣子 是一個企業責任 他當他賺錢的時候 他應該要回饋給社會 做一點事情 這是應該要的 那所以不論是怎麼樣 這個標準是全部開放 給所有的廠商 讓他們知道高雄市的投資環境 是友善的 他不會用其他的方法來 讓你是在一些 本來應該合法 變成好像不合法 那像這種我們也遇過 譬如說我們的朋友在這個工業區裡面 買一塊合法的土地 然後蓋一個合法的廠房 但是他拿到使用執照 就可以拖三年 那像這麼長的時間 他損失了從日本來的訂單 大概有七億 所以類似像這樣的情形 他是他對於那個高雄市 自己內部的廠商 他都不照顧 他只在乎自己人嘛 他對於就是說不是自己人 然後是自己的市民 他真的有那麼在乎嗎 那我期待就是說 韓國瑜市長 他上來當市長之後 讓所有的這些 應該要開放 甚至應該要更友善地 面對所有的這些投資人 讓他們能夠進得來 然後那高雄好好的經營 只要是這種 應該要給他的配合合法的部分 都要應該要全力去協助他